欢迎收看方方面面 今天继续跟着我们老三个杜静荣大师 来探极 大师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别忘了要给我们的节目按赞订阅跟分享 好我们看到指数的两万点了 那请大师再帮我们规划 之前你有说过 我们的出生段从12629这边上来 那出生至早会涨个十几个月是不是 现在涨了十七个月了 那已经看到两万 那时候我们是用一个黄金切特例看 那现在再往上的空间还多不多呢 那如果压回来 你也提到因为KD也比较高档 它压后来会修正很多吗 我一看我这边右上角有写 大家只要有计算机126282 乘以1.618就是两万 20434乘以2倍就更高 那因为我们这个叫出生段 那出生段涨多少没人知道 涨完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算第二波算主生段 所以我们现在出生段涨了7000多点 我们现在涨到2万是涨了58% 那以前我们的出生段加回一档第二波叫主生段 有时候大概整个波段是55个月 那倍数的话有的大概1到2倍 那曾经有到18倍那个异常值拿掉 所以我们讲的所谓的55个月就是 出生段回一档加主生段加起来55个月 那幅度1倍到2倍 那我们现在是刚好在出生段快要相对个高点 我们不知道它在哪边 可是也好像刚才有讲AKD到94嘛 超买期嘛 那还有快要出天亮 现在还没有嘛 5千8 那这个就各评论去抓这个转折的 可是看这个节目我们会随时告诉大家 我的经验在哪边 好那大盘的方向的大师给我们提醒 也就是说现在在出生段 可是出生段的尾巴什么时候会压回来 大家随时要盯住我们的节目 徐龙说我们现在的台湾前烟角木 主要这个是搭上现在的ETF 可是最重要的是NVIDIA 我们常常说NVIDIA不死 我们的台股就不死 因为发科台股就有一个互升幅 另外我们看广大 另外你在前一阵说 最近很忙很忙 伺服器出货很急很急 那我们就看到说你二月交出来成绩单如何 那伺服器个股哪一些是高速列车 我们就好好选股 好大师来看看 一般台湾籍我都会去每个月计算 我们目前台湾籍大概烂头村 我们叫乐钱 大概16兆左右 非常多 多欸 很多欸 那才会造成说我们ETF现在很热卖 是 那ETF其实它最主要是买股票 那我们这个我个人把它称为叫第八大行丸 它两类股带动 一个就是AI加IC里面的IP 就像我们以前不是有手机吗 还有没有还有以前有那个水泥树化 金融早期 那以前的台积电 连电的金眼代工 那现在我们这个第八大行丸 大家记得AI跟IP或是IC 就是我们的主流股 好那刚才亚卫有讲 飞档昨天又到974 快要1000块美金了 他们的员工听说超过一半 年薪700万 对对对 台币啦台币见爸爸 那它的EPS 理论上整年度大概今年应该24块美金 因为它随时会改 那它1Q完又目前这个力都出来 那听说2Q它那个机型要转 大概2Q有稍微会有一个压力 那理论上它总是已经美国的第三 所以以前不是叫做什么美国七雄 现在变成四字老五 因为Apple跟那个Tesla被拿掉 对对对 另外来讲的话 它贬义比 如果以20几块贬义比已经35倍 美超为50几倍 那我们台积电才20几倍 所以最近我们台积电不是在补涨 你看它相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 像说美国的那个女股神卖完以后 他就是说这个比较有疑虑 但他这次没看转 对对 就跟巴菲特一样台积电卖到低档 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新科技的开始 它带动这一波 那这一波就是AI的一个效应 那到哪边 其实昨天 我们录影的说昨天跌5%左右 因为我的精神单机每天打NVD 对对对 每天看它 但这个目前如果从现行 所以说它本益比算高了吗 我觉得大家也认为它每三季就会涨一次 报公布 它财报公布完以后没有新的东西了嘛 完以后下一次财报 就还说财报乐观别观 每次都是财报的大涨 但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对对对 只要它NVD不死 那我们相关的概念股应该都 都还不错 对都还不错 老师今天帮大家选的是 伟创跟 伺服器这三支 应业达嘛是不是 对 还有技嘉 技嘉是之前你就一直比较看好的 对 算是比较基优生啦 对对对 那我们先看伟创 伟创的话我们知道 它这一波就是回的比较深嘛 对 那就是说下来以后 大概我们AI的这些伺服器 大概已经修正了6个月 比较 那二月份 因为我们二月份的天数比较少嘛 我们这一次的AI还有技嘉 这个二月份的这个夜营说 A跟G都增加 所以在我们录影的时间 大盘再等化 他们相对就比较有抗 那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抗伟创啦 因为它今年 今年的获利也不错 明年会更好嘛 所以以现在这个获利来讲 它已经修正了 这个出租来修正完以后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大盘在组成段的话 这些这个类股 能再重温旧闷 以前这一波 长大了 就是重返荣耀 对对没有错 重返荣耀 对短线在做休息 所以您认为它现在还稍微还是要整理 但是到了主生段的时候 它势必一定会有表现 因为它就主 它们都是主流股嘛 对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它的后利 我们都可以看这个嘛 对对对 后利都还算不错嘛 而且是有成长的 有成长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明年嘛 研究人我都说写F都有估嘛 那我们随时都在看研究报告 好这是伟创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一档 银叶达 对 银叶达 银叶达 稍微牛一点 对对 就是说我们其实三雄里面就是伟创 跟管达跟技嘉 那银叶达还是相对嘛 我们就找一家比较相对 可是大师我们之前我都会看银叶达说 它涨的时候好像都是什么 末端吧 没有错 因为股票市场有伦理 所以我伦理我大哥就永远大哥 婉佑我大哥涨太多了 二哥就出来 前上个礼拜是大哥涨一直涨 二哥也不涨 所以为什么会拉台积电年花科 有时候就会轮过来 大哥休息 婉佑就会开始 因为我们现在钱很多嘛 那大家认为你现在是从出生段开始 以后有漫长的出生段 所以这个钱就派在股票市场 做轮涨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比较AI里面在低班的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跟大家讲说 要给它一点时间 对对 它的EPS也是像大师说 它也是进步 对啊两块两块 没有成长那么多 明年是2.93 已经不错 以前这个股票有两块都已经非常好的 好我们再看技嘉 这算是开高探级的 因为现在AI伺服器玩以后它们相对 它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它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7万多 它有时候比特币它也跟人家涨 那它一夜换银索也不错 所以投信 AI伺服器前一阵子不是都在调吗 他们就买到那个AI的下流 散热的还有这个 那它主机板里面 比特币最近很厚 那10档比特币的股票 那你看到它是唯一这三档里面有串上一次的高点 有没有高点 因为它营收很好嘛 然后获利也18块左右 有没有一片子 有一天它不是营收出来的时候公布就总停 对对对 就是它一月份 那时候管达有稍微衰退 那今天管达是2月公布很好 比疫情来得好嘛 一开始有上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它在表现的话相对有串 当时的高点 就是我们找股票 另外我们还经常在讲说量 就说你价有串性高就代表更强势 那量不要习 那这两个这个技嘉都算 我们这推荐里面三支里面 目前是比较强的 好那另外就是大师之前就有跟我们看好的 就广达 对对没有错 广达那2月营收出来也不错 主价也反映了 那大家说那大师今天怎么没说广达 好我们要下一集是要把广达 这个就是这个造元股 对不对 一起大家来比一比 这些造元股 是不是能够走得更长久 更给你探钱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大师 好最后理财的真言 我们来看看德国的股神 就是科斯托兰尼 他说股票永远不会太高 高到让你不能开始买进 也不会永远太低 低到不能开始卖出 这不会很老口啊 这个就跟我们讲到 红底买进 红高卖出永远是对的 八个字 好不过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好像在德国人家很兴奉 搭德国股市 但是我们有老生家 大家要给老生家 就是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广达兆元的目标迈进